去看到近期印尼媒体 关于台湾脑麻患者 变成国际人酬的新闻 炒得沸沸扬扬 今天我们的记者 也追踪到了这一期案件 我们要带您看到 当事人其实今年 现年24岁的 台湾籍脑性麻痹的病友 而当年他的爸爸 因为觉得自己可能不久于世 所以承诺这一名 本来在台湾照顾他的印庸 如果愿意把儿子 带回到印尼去照顾的话 会给予他300万元的酬劳 帮他在当地开杂货店 每个月会给付他 这所谓的看护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时这一名印尼籍的移工 他有照顾雇主儿子6年的经历 但是他的签证起码 要回到他的国家了 所以他就继续帮忙照顾了 4年之久 那么但是这个雇主 在2021年故事过后 他有嘱咐家人 还是要继续汇钱 给这一名印尼籍的看护 照顾在印尼当地的儿子 结果没想到2021年故事过后 家人就中断付款了 而这一名看护呢 他也说不断的联系遗孀 还有他的姐姐 但是呢 通通都没有人要理会他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这雇主的儿子 也就是这名老性麻痹的病友 他的签证 还有居留权已经要到齐了 即将送回台湾 但是在台湾的家人 却没有人出面处理 手签着孩子 细心地带领他去探索这个世界 他去印尼籍看护西蒂 已经陪伴脑麻患者 十年的时间 从台湾照顾到印尼 现在已经引起印尼媒体关注 西蒂先前来到台湾工作 遇到黄姓雇主 照顾他生账孩子 六年期满回到印尼 当时生账的孩子 已经习惯他的照料 于是黄姓雇主表示 让他的孩子 跟着西蒂一起回到印尼 而他也会定期汇钱过去 孩子就这样 在印尼待了四年 现在也已经成年 只是在黄姓雇主过世之后 西蒂开始没有再收到任何汇款 而黄南的居留证 也已经于期 照顾这个小朋友 然后非常的感动 因为谢谢你爱这个小孩 然后我们有一定点钱 想要可以给你 然后你可以去买东西 给孩子吃 或者是小朋友所需要的东西 或者是食物 或者是生活里面的用品